農曆七月鬼門開 尤其今年虎年走凶 是集英年 想在鬼月求偏財 命令老師 有配布 准备一元 五元 十元 五十元 四枚硬幣再倒入冰水 鬼月鼠嬰 冰水夜市嬰 象徵戒嬰 發嬰 能補財 水倒進花盆裡 財運大發 或者准备 紅豆 綠豆 粗鹽 各一把加點水 接著潑灑在家門外 代表進化環境 提升用錢智商 財神爺進家門 我要跟好兄弟借嬰財 嬰財就是偏財 確定要有借有煩 農曆七月一號紫時 也就是國立 七月二十八號 晚上十一點 集英年的集英月 加上集英日的集英時 求嬰財 準備五枚五十元硬幣 放進紅包袋 象徵無鬼運財 朝天空冥想 鈔票掉落 想完再把錢花光光 求嬰財 也就是所謂的樂透財 原來一年之中 最好的補財庫日 就在農曆七月十五 傳統禮俗中 天官赦罪到土地公廟補財庫 農曆七月並非諸事不宜 抓對時間帶來財運 介中部綜合報導 接下來科普一下 這個水神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成水 不會感染 也不會影響到你的皮膚 所以小朋友孕婦也適用 萬萬水神不傷人體 適合長時間多頻率的使用 如果不夠用的話 可以乾脆把生成機 買回家自己來使用 好